廣西隆安一條鄉村 為解決出外打工的年輕人 不方便照顧父母起居的困難 募集資金設置巴媽食堂 免費為留守長者提供午餐 每日中午時分 廣西隆安完成這條村就熱鬧起來 村裏大約110個60歲以上的留守長者 陸續拿到飯盒來到巴媽食堂 享用兩肉一素一湯的免費午餐 負責餐飲的廚師說 每日都有人從完成採購食材送到食堂 以保證新鮮和安全 而食堂的菜譜也會每日更慎 有村民說 每日都會和太太來吃飯 再為家中90歲年老的媽媽外帶一份 食堂解決了一家人吃飯的問題 也都便利了他們的生活 和大部分貧脊山區一樣 這條村民的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年輕人出外打工 所以東訊村有不少的留守長者 當地的官員就說 老年人難以走出山融入城鎮 令到外面的子女牽掛 而爸媽食堂項目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後顧自由 無線電視記者黎在山不道